疫苗之乱还没结束 老人家一脸无奈 究竟是什么情况 民众抱怨连连 根本不知道自己被造册 还抢着上网预约 原来台中市在19号下午 开放55到64岁 7月16号前施打第一剂疫苗者 能上网预约快打战施打 至于65岁以上长者 则是造册专案施打 不需上网预约 没想到许多民众发现 住在台中市清水区 却预约到彰化河美施打 车程起码40分钟 卫生局进一步了解 竟然是65岁以上长者 上网预约 造成一人可打两剂的窘境 很多65岁以上的老人家 他们都请家人 做登记的协助 就造成说 整个网路塞车 50几岁的人反而没有办法 就是去登记到 想不到市府紧急宣布 每预约成功的 55岁到64岁长者 可以在10月22号 和10月27号 直接持小黄卡到 快打赞施打 等了半多小子 还是没有啊 那我就放弃了 上网预约 好像也很难啊 民众疯狂抱怨 但市府的一片美意 少了加强和基层沟通 疫苗之乱 恐怕还没这么快结束 记者许玉文 王百英 台中西方报导 团队 借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